这个少女被一群面目猙瘾的海盗 陆上贼船 船员们送上礼服 被他换上去跟船长共进晚餐 但他不知道 约瑟之下 这艘船开始发生伪异变化 晚餐时 少女宁死不从 疯狂逃船间一刀四中船长胸口 然而当他跑出船舱时才发现 船员们全部都变成恐怖骷髅 他们原本各司气质 通过动静猛然回头 一双双空中的眼镜里 闲闷渴望 可连的少女在极度的惊恐中 龙面布罗门的玩具 他拼命逃 所以怎么都逃不开 嘴巴开始撞进 拍到船长怀里 他们寂寞的太久了 从没走住之后 他们被剥夺物感 变成不劳不死的怪物 少女拖擦着后退 赫然发现 船长的手触及月光的瞬间 变成森森白骨 夜宋船名叫黑珍珠号 之所以变成这样 军海盗们偷了一箱 被走住的金币 这些年 他们在各大城市 肆无忌惮地烧杀强掠 成为人们堆之不去的噩梦 而少女 其实是城主的女儿 名叫伊丽莎白 而时 她跟父亲一起出海时 从海上救下了一个 名叫威尔特纳的少年 并在她的脖子上 发现了一名 硬有海盗标志的金币 让人们最痛恨海盗 善然的伊丽莎白 为了保住威尔 偷偷把金币藏了起来 这一藏就是好多年 后来 威尔在城里 当了一名铁匠 和伊丽莎白互相爱慕 只爱于身份悬殊 才是致命的 捅破这层窗户植 这天 一个奇怪的海盗 出现在城池附近 他的小破船 在不断渗水 要去城里搞一艘新船 但向往城池的 必经之路上 挂着三具骷髅 旁边的牌子上 赫然几个大字 海盗以死为戒 杰克看见 摘下帽子 向他们姓李 满脸的无所畏惧 他踩在船帆上 在小破船 成个沉默的鲜医苗 淡定上岸 杰克在皇家运用码头 物色中意的船 两个士兵都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流了上去 士兵赶忙嘲笑 逼问他来 哦 我就是想霸占一条船 在城里招些水手 稍稍抢掠 再把那些碍事的都杀了 士兵喊道 不准说谎 这世道真怪 说实话也没人信了 杰克照解释 就对身后哭咚一声 哦 有人落水 杰克救起了一会儿 快速卸下身上的装备 一跃而下 落水的正是 城主的女儿 伊丽莎白 他缓缓下沉 脖子上戴着 骷髅金币项链伏起 杀石剑还抵一阵 但这突如其来的异变 并没能引起太大关注 因为士兵们 就忙着去救人 杰克把伊丽莎白救上来 看到他脖子上的金币 当时一惊 刚要问点什么 士兵们的剑 就刷的一声 指了过来 伊丽莎白赶忙致辞 难道 你们要杀我的救命恩人吗 闻言 将军暂时妥协 假意要跟杰克握手 却猛然好起他的袖子 胳膊上的门身 招式了杰克的身份 大名鼎鼎的 黑珍珠号前船长 煞时间 所有枪口再次锁定 将军没收了 杰克的所有装备 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枪 一剑不会知北的指南针 以及一把破匕首 杰克被拖过去 带上镣铐 只能照办 杰克自己手背靠着 就比伊丽莎白 亲手给他穿戴好 这对高贵的城主 前进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侮辱 后面的士兵也气红了眼 杰克总装完毕 直接把伊丽莎白 往士兵的方向用力亏 杰克在空中摇摆 城主下令开枪 别看他们声势浩大 枪法是真不咋的 这么多人没中一枪 杰克把自己 当成另一艘船 然后铁链子一甩 飞驰而下 溜之大吉 城里到处都是士兵 在搜查 杰克东躲西藏 多建了一家铁匠铺 里面的老铁匠 睡得正香 小死 根本叫不行 没办法 杰克只能自己上手 五月刀叉 骑上阵 结果还是借助齿轮 才把铁链搅断 下一秒 有人推门而入 正是威尔 威尔舰老铁匠 还保持着 他们出门式的姿势没有动 但工具却有挪动的痕迹 刚意识到不对 杰克的舰就指了上来 威尔猛然猜到 这就是城主 全城通知的海盗 于是立刻拔剑 与其颤抖在一起 两人针锋相对 竟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最重要的是 杰克总感觉 威尔有点眼熟 两人打得有来有往 难舍难分 无论是挂满天的轮轴 还是嘎吱嘎吱响的板车 都能成为他们的战场 激烈的交锋之下 威尔因作战经验不足 略输一筹 被杰克举强制住 然而下一秒 一个酒瓶在杰克的后脑巢碎开 原来是老铁匠睡醒了 此时 士兵们也终于赶到 将杰克逮捕 打入天牢 就在当晚 一艘鬼祭森森的海盗船 驶入缸口 不由分数直接开炮 平静的水面激起巨浪 人们将方逃算 但逃不过喧嚣的炮火 杀时间 月浪无限生存 爆炸声 尖叫声 呼喊声 不绝育儿 海盗们撑着小船 障碍雾爪杀进城市 瘫狂如斯 凶残如斯 白云过来的士兵 纷纷朝向缓击 但已经太迟了 整座城市 都被雾形的炮火攻陷 海盗们甚至直接 冲进了城主府 目标明确地 抓走了伊丽莎白 因为她脖子上的 金币项链 他们逼问伊丽莎白 金币的来路 伊丽莎白意识到 金币的重要性 为了保命 干脆冒用了 威尔的身份 说自己姓特纳 是城主府上的女仆 金币是自己父亲 留下来的 于是伊丽莎白 被黑珍珠号带走 脚垫不硬 脚底不灵 第二天 威尔得知伊丽莎白被抓 立刻跑到牢里 找杰克寻求帮助 身为黑珍珠号前船长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怎么找到黑珍珠号 但哪怕他说 可以帮助杰克越狱 杰克也无动于衷 知道他未见 说出自己的名字 威尔特纳 这倒是跟杰克的 某个老朋友 一个姓氏 长得也像 怪不得让他觉得眼熟 于是杰克突然改了主意 在威尔的帮助下 杰克顺利援遇 然而绕开守卫 来到港口 瞧剩下的爬上了整个港口 最大的船 武卫号 枪口一直 刀剑一对 大喝一声 接船 不是啊哥 这船两个人是开不走的 要你拐 快滚 30秒后 将军远远地看到 武卫号的船员们 挤在一艘小破船里 朝他疯狂招手 镇将 我们的船被抢了 将军勃然大怒 李克带人乘坐拦截号 前往拦截 殊不知 此举正中 杰克下怀 拦截号很快靠近武卫号 使用门出勾锁 鸳鸳的往上涌 而又是同时 杰克和威尔 直接从船的另一头 荡上了拦截号 咔咔机口砍断绳子 溜了溜了 将军猛然惊绝 原来 杰克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拦截号 他下令武卫号追击 却发现 舵已经被钉死 根本无法转向 几在小船上的 5位号船员 多闪不开 只能尖叫着 气船跳水 这一战将军一派徒弟 拦截号上 威尔问杰克 是不是认识 自己的父亲 比尔特纳 因为杰克 分明就是知道 他姓氏后 才决定帮他 杰克只告诉他 他的父亲 曾经是个好海盗 威尔不信 但他打不过杰克 只能闭嘴 镜托一转 杰克带着威尔 来到贵人岛 招募了一队船员 连夜出发 寻找黑珍珠号 暴雨中 船员们被冲得 气氛八速 而杰克 单手掌舵 连夜之手 拿着支北针 仔细辨认方向 黑珍珠号 应该是他的 他一定会夺回来 黎明时 蓝杰号驶入 匆匆迷雾 入眼尽是船体残骸 很显然 黑珍珠号的停住之地 就在附近了 一个老船员和威尔 讲起杰克的传奇事迹 那时 杰克还是黑珍珠号的船长 他带着一队船员 前往死亡制导 寻找矿石宝藏 但就在找到宝藏的当天 副船长带领船员 发起叛变 霸占了黑珍珠号 怕杰克 又到一座荒岛等死 只给他留了一把枪 枪里尤其仅有一发子弹 用来打猎和求救 都没什么用 但可以用来自我解脱 但三周之后 杰克离奇地 从荒岛逃了出来 且仍旧留着那发子弹 那是他留给那位 背叛他的副船长 咔得出的 维尔正听的入神 就被杰克打断 船 靠岸了 他们该出发了 船上的山洞内 宝藏堆积永山 伊丽莎白被推到 一个古老的箱子面前 箱子里有一整箱金币 诅咒说 只要有人从箱子里 拿出金币 就会被诅咒 而解除诅咒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所有金币 全都归还 然后用当时 拿出金币的每个人的鲜血 血斩血肠 然而让海盗们鲜血的金币 已经全都在这 只剩最后一枚 需要他们中的最后一人 比尔特纳的鲜血 才能彻底破除诅咒 然而当年 比尔因为维护杰克 早早就被卡当夫 沉入魔语 所以现在 只能拿比尔特纳的 后代致血试一试 游回着伊丽莎白鲜血的 最后一枚金币 落进箱子 海盗们闭上眼睛 等待诅咒消失 一秒 两秒 十几秒过去 什么都没发生 卡当夫踏出枪 随手在重用宿堂 开了个呼咙 他没溜血 也不疼 更别说死了 很显然 诅咒还在 此时 杰克也在这维尔 潜入了山洞 尖撞 杰克当机立断 叫维尔藏起来 自己去解决 但维尔不信他 分手就把他打晕 这边卡当夫也发现 血痛有问题 当机暴怒 中中一拳 直接把伊丽莎白先飞 金币落在他身边 没人发现 维尔偷偷从水里潜出来 带走了伊丽莎白 和那枚金币 等海盗们发现时 灯池傻了眼 就继续一个发泄口的时候 杰克 后后悠悠醒了过来 好巧不巧 刚好撞上枪口 海盗们一看 卧槽 杰克船长 你没死 就这样 杰克再次轮为俘虏 另一边 维尔带着伊丽莎白登船 对船员们谎称 杰克死了 让大家赶紧开船撤离 维尔本以为一切 终于尘埃落定 却从伊丽莎白口中 得知了一切的真相 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父亲 是一面害到的事实 天亮时 黑珍珠号也追了上来 维尔眼看距离 被一再拉近 只能决定放手一搏 众转员听令 抛锚击转 放舵 火药装填 瞄准 什么 没炮弹 管他什么东西 刀扎 磁器 玻璃钉子 能装的全都装进去 激烈的交锋 就此展开 杰克心里一日阵八两 这两艘船 都是他的 打坏了谁 他都肉痕啊 温暖的敲用中 混战愈言愈烈 嘶吼声呐喊声 撕起鼻伏 杰克发现 老门被干了个窟窿 高高兴行跑了出去 双方的火兵还在继续 秀之躯的船员 哪里干得过海盗 去去拦截号 又哪里干得过 微风雨雨的黑珍珠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 拦截号一点一点瓦解 退步成军 卡当夫一声令下 满庭勾索 投尺而出 海盗们用上拦截号 打开杀戒 无干扬的摄影中 参了一个杰克 他回到拦截号的第一件事 就是管伊丽莎白要紧闭 但紧闭已经被卡当夫的猴子拿走 杰克马不停踢去追 好嘛 又撞到了卡当夫的枪口上 第一 赢得越有体验卡 一到七 随时 船员们也被绑上了黑珍珠靠 拦截号被直接炸毁 卡当夫对伊丽莎白怀恨在心 要把他丢给海盗们任意赏完 为了为救欣赏人 不对以自我身份 用自己威胁卡当夫 放其他人离开 卡当夫满口同意 却一转身 就把杰克和伊丽莎白丢到了一座晃岛 并且按照老规矩 给杰克留下了一把枪 枪里一发子弹 他只说了要放他们离开 可没规定要把人放到哪里 人生不就是大起大 落落落落落落落嘛 杰克很快接受了现状 他在岛上找到了一柱酒窖 尽消有酒 尽消碎 结果第二天醒来 就发现自己的秋江玉露 被伊丽莎白堆在一块 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就拿杰克气急败坏时 岛上冒起的巨大的农烟 把搜救伊丽莎白的五位号 引了过来 让人顺利获救 伊丽莎白恳求父亲 派人拒救威尔 但被一口拒绝 轻敌之下 他只能叫住将军 说只要能救回威尔 他就嫁给他 将军一直以来都对伊丽莎白 轻根深重 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于是杰克领着他们返回海盗们的老巢 这里的地形危机四湖 将军愣进观望 开始制定作战策略 杰克趁机提出自己去引出海盗 叫将军在此准备伏击 这个提议对他们来说没有损失 将军同意了 与此同时 在海盗们的欢呼声中 卡当夫照拿威尔的血祭天 杰克一点都没有身为外人的自觉 自顾自得从海盗堆里往前起 卡当夫看到杰克都懵了 你这货怎么还没死 杰克才不管他怎么想 立刻充当起双眠间谍 说城市最大的一艘船 五位号就在外面 劝他们不要急着节奏 千里用不死之身 去把五位号抢过来 这样一恢复人身 就直接用一支舰队不想嘛 结合一边给他戏脑 一边不断声色的藏了一枚金币 卡当夫笑了 好主意 两个女装海盗撑着这扬伞 从洞口出来 充当烟雾弹 而其他海盗从海底进发 直接绕到了五位号下方 抛着船毛就往上爬 下时间 屠杀开始 将军听到动静 赶忙带人撤凡 这位消用山人的将军 在此时爆发出惊人的魄力和战力 连不死不命的海盗们都觉得棘手 伊丽莎白正在混乱溜走 而与此同时 山洞内仅盛卡当夫带着一个老海盗 守着杰克和威尔 杰克一看机会来了 立刻叛变 三下五穿 九下威尔 和卡当夫展开生死搏杀 按道理 两个人类对战两个呼噜怪物似乎毫无胜算 但伟大的杰克船长 这成为唯一的变数 激烈的交锋之下 杰克提刀死出 卡当夫不痛不痒地叹了口气 然后雷霆缓击 一刀死穿 杰克复补 诅诅说 只要从箱子里拿走金币 就会被诅咒 还记得吗 杰克刚刚和卡当夫谈判时 偷偷顺了一枚 局势开始逆转了 人人继续交锋 山洞底部的窟窿 偷射下明亮的月光 他们的月光下变成窟窿 又在阴影处恢复人身 打来打去 他一万年也都是不死的怪物 但威尔这边就比较吃力了 捞海盗朝他丢雷 瑞尔接近躲开 海盗举刀要砍 被赶来的伊丽莎白 一棍子打晕 杰克趁卡当夫被那边吸引注意 当今握住金币 给自己的手来了一刀 接着剑招掩护 把人血的金币丢给了威尔 卡当夫还想做点什么 杰克已经超大开枪 卡当夫不以为意 干嘛 浪费子弹 不 他没有浪费 作证破了 卡当夫扯开胸口的衣服 那里在流血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兴奋 哪怕他此时又疼又冷 他终于倒下 而此时 无畏好赏 葫萝军团也被打回原形 齐齐愣在原地 被将军一网打尽 故事到这里就到达了尾声 铁克夺回了自己的黑珍珠号 带着自己的新船员 重新踏上冒险之路 而伊丽莎白 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真爱 而那位鹦鹉不凡 又一声磊落的将军 选择了祝福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 加勒比海盗的故事 关注电影机身角 观看更多经典电影